大家好,我是蔡徐坤 我的最新单曲已经在TME腾讯音乐娱乐旗下的QQ音乐 酷狗音乐,酷我音乐正式上线 并登陆有你音乐榜,流行有你定义 支持我的新歌就在有你音乐榜 好,流行有你定义这里是有你音乐榜 大家好,我是Mr.Q小强 今天我们要采访到的这一位 应该相信各位在榜上没有少听她的歌 没有少看她的MV,也没有少为她打榜投票 我们来欢迎蔡徐坤 Hello,大家好 先要替所有的受众 不管是粉丝也好,还是网友也好,问候一下 因为最近其实在榜单Q1的发布的数据来看 有好几首属于你的歌曲 谢谢,非常好的成绩 我的荣幸,谢谢 先来问候一下,因为之前刚从国外巡演赚了一圈回来 San Francisco, Los Angeles, New York, London 在这个巡演之前,哪个城市是你本来就很熟悉的? LA吧 还是LA比较熟悉一点 对对对,因为之前有在那边待过一段时间吧 那自己也本身比较有一些感情 对,有一些小的情怀 小的情怀吧 LA是一个很容易让人留下情怀的城市 没错 是吧 因为其实本身城市就是相对来说比较安静 然后更多的时候会 人会把自己的情感放在里面 对对对 比较容易融入的一个地方 没错 然后那你当年在那边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说 哪一天回来在这边办自己 没有想过 真的没有想过 没有想过 那所以站到那个舞台上的时候 其实在被场的时候是非常兴奋 非常激动的 因为Live House的形式嘛 可能就是更加的跟观众会更加贴近 所以几乎每一个人他都在我面前 对 这个也是我为什么会愿意去 因为平时在国内的舞台相对来说大 但是可能在国外的舞台它是相对来说小 但是跟观众的距离非常近 交流感非常强 非常非常的强 然后我自己是觉得 我很享受不一样的舞台给我带来的不同 不同的这种冲击感 对 这种是很难得的体验 其实说实话是 对我自己是觉得挺好玩的 你说你被场的时候很兴奋 我特别兴奋 甚至有点小紧张 兴奋到你看我后面头发翘起来 你知道吗 怎么讲 就是我店那种吗 弄了一个小脏便嘛 然后 呃 就是夹夹夹夹住的 其实是因为它会翘起来嘛 ok 然后后来可能因为太兴奋 头发自己都翘起来 净 这样一根天线盯住了 这应该算隐藏技能了 你自己之前都没有想到 当时我反复跟发行师我说 你确定它不会崩吗 你确定它不会开吗 然后他说 啊 不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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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到后面崩了 他就说 哎 完了 我的饭碗保不住了 所以LA是因为之前就有故事在那边了 所以印象很深刻 然后我看到外媒一个报道里面说到 就是你那首威威威那首歌曲 你在那个场子唱那首歌的时候 是选择用 有点不一样 完全按下来的方式 我的每一个舞台几乎都会 因为我这个人也会根据自己的心情 一些变化去调整我的歌曲 可能一模一样的歌曲 在不同的时间点不同的舞台 不同的场景 我就用不同的情绪来表达 我觉得都是我嘛 然后那一次特别的隆重 应该说就是用了一些妆容啊 用了一些服饰啊 一些相对来说比较艺术的一些方式 想要让大家能够感受一下 当下的那个状态这样子 比如说一些打榜的节目 要用一个很隆重的排舞的方式来表现 那到了那个场子你就是你想好 我今天就是要用一个 我临时说 我说今天 临时多临时 就上台可能就当天吧 啊OK 我就说你不要放MV 你就给我一束光 然后你帮我找一个凳子 我就坐在那我把这首歌唱满 OK 对 对 其实工作人员很怕你们这种临时 拘东西的人 很怕我 其实 因为我就是我我我当时就是我不是有个雕吗 我就想到了 我说我说啊 我要上台前先穿那个雕讲几句话 嗯 我就很临时 就临时就 但我的团队跟我是有默契的 他们是懂 他们懂我在当下会有寄信创作的这个习惯啊 所以他们能够能够包容这一点 我我也很感谢的 对不然还能怎么办呢 哈哈哈因为你是唯一的那个蔡徐坤不是吗 怎么办呢 不过我觉得 我我其实从今看到你的采访里面说到过 其实你可能在创作一首歌的时候就 甚至会想到之后在舞台上 画面 因为你有你MV也自己自己剪 It's You就是比较典型的一首歌 嗯 就是我我在写那个副歌 It's feeling like you 我就想象了有 几万个人在唱那个副歌的感觉 合唱 很大 OK You 就所有人一起唱的我就觉得哇 好幸福啊 那个感觉 然后我就写了这个副歌 嗯 当下在创作的时候 然后我就 有那个感觉 我就在等 就在wait wa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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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wait wait 他都是有延续性的这样 就是等到最后你想的那个画面能够实现出来的 我在等 那个状态 所以从过去二零一八年八月份发表的第一张EP到现在九首歌 九首其中包括了那年春天那年春天是没有发行 因为它是我专门为了北京台车网枪去定制的一个歌 所以但它也是我写的歌嘛 所以也算在里面就是一共有九首歌这样 不过呃你说过每首歌音乐都像你的孩子一样 是的 所以你有没有想过你以后孩子会越来越多 你的爱要如何分担给他们 有会不是有哪一天你跟其他的前辈歌手一样要办一个演唱会 天呐我只能唱三十首歌 可是我有五十首哪二十个孩子不能上台 哇那好幸福啊 好幸福 多幸福啊 那是被留下那二十个孩子怎么办 下一次呀 哦演唱会上下场 那么多那么多场嘛对吧 啊慢慢来嘛 而且像我你像我喜欢变化 你看你从我的曲风你就知道 我是一个对音乐很贪心且花心的人 你知道吗 就是越多越好就不怕多呀 这个只怕少不怕多真的 就是越多样性 然后可以玩的排列组合越多也好 太好了 你想一个演唱会好看 一定是有各种各样的曲风各样的层次 那多好看 最近的我们听到hard gap yes 我非常我非常喜欢 真的假的 我非常喜欢这首歌 对因为我觉得他 他从创作的角度到演唱报传达的信息都非常的成熟 mature 非常的成熟 呃 我我的我的真实的感受就是过去的这不到一年的时间 你的成长非常的快 就是当然我也可以理解因为这一年的时间你接受到的讯息然后有很多力量的推着你往前走 而且主要我觉得只做一件事情 我这一年只做了这一件事情 所以嗯 得有点收获啊 是吧 哈哈哈哈 所有的时间都在里面真的是这样 真的就是没有做别的事情 全部在做这件事 在做音乐 研究音色 研究唱法 研究曲风 研究 编曲 内行 只有这个才会是独一无二的 内行 对所以 Hard to get 非非非非是非常好 非常了不起 当然当我也在网上做功课的时候看到有乐迷 非常 就是 困惑的 是说谁能给我解释一下 playing hard to get 什么意思啊 其实 其实如果你看美剧的话 看一些电影里面就会讲到 Hard to get 不是说很难得到什么 是一个人 我觉得中文的话就是欲擒故纵 哎 是这个是这个意思吧 是 我觉得这个就是 我实际上 特别留给大家去理解的 就是每个人在听这首歌 他都有自己的理解 所以我从来不会说 告诉你 我这首歌在讲什么 我这个MV在干嘛 嗯 我就希望大家有自己的理解 我就觉得这样特别有意思 这也是一种欲擒故纵 对吧 哎呦 有哦 对吧 对吧 就把那个意思 不要说的那么破这样的 对对对 但是作为一个优秀称职的主持人 我必须还是要替这个粉丝问一下 在感情当中 你算是那种 play hard to get的人吗 我再为大家解释一下 所谓的play hard to get 就是说 他明明对那个人是有感觉的 动了心的 但是当对方跟他表白的时候 他反而还 哎 哎 不要 你不要这样 不行 我觉得这个问题 你得问问我的艾坤们 问他们吗 问他们 觉得我是怎么样 对 好 请留言 各位 我我现在也看不到好想知道答案哈 那反过来 在生活当中 如果对方是一个 play hard to get的人 会特别谢谢你吗 看情况 看场合 因为你是狮子座 狮子座其实不太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 我要看他是什么角色在我的生命中扮演的 角色 就比方说 他是离我身边很近的人 我会希望他能够对我简单 对我直接 对我坦诚 那如果他是一个跟我没有那么熟悉的关系 我可能会因为他的hard to get 对他产生一些好奇 或者说因为他的某些艺术作品啊 有这种给我带来这种感受 我会对这个 哇这个人 嗯嗯嗯 好有意思 嗯嗯 我会愿意去想认识他了解 更多的了解 对 分角色 对 但说过有一个重点 他是狮子座 他其实不太允许别人跟他玩hard to get 玩太长的时间 嗯 我们来看一下啊 就是这个有你音乐榜 Q1的书籍榜单 一季度你上榜了没有意外和bigger两首歌曲 那其中没有意外综合成绩是最好的 那他可能跟啊 以往你的风格当然也是不一样的 但这个你也说了 你都会尝试 好 那你觉得没有意外这首歌跟林优佳的合作 获得了大家最大的支持 意外吗 谢谢 我第一次打电话给优佳哥的时候 他我打电话给他 OK 然后他就很意外 他就是很意外 其实他写没有意外 跟我一起写没有意外 其实他就很意外你知道吧 但是但是对我觉得这样的合作 其实因为我小时候喜欢优佳哥的音乐 啊我其实对我来说是一个 像是完成我小时候的一个心愿 而且这一次像一起来创作的这种感觉 跟我以前光是我听他的歌 就像是好像自己也成长了很多 对我来说非常重要 而且我前几天还给优佳哥发微信 我说没有意外这首歌真的好特别 就是不管他有再大的争议也好 再怎么样也好 我只要在深夜去听 他就像是一个艺术品一样 就对我对我来说啊 就是所以我觉得反而 像这种有两极化的评价的这样的歌 对我来说他真的是成为了一个 对我我个人而言的艺术品 我个人而言的艺术品 最好的意外其实就会发生在没有任何意外的情况 真的有非常多的 其实我因为我自己也做很多功课 研究很多历史啊 有非常多的作品是这样的 就是这么出现的 就是他出来的那一刻可能人们会 之前没有感受过这样的东西啊 然后呢那后面慢慢的随着时间啊 或者对这个人的了解 都会增加对于他的作品的了解 我第一次看到林友佳和蔡玉坤两个名字放在一块的时候 也是很意外 我觉得应该是编辑排座版了吧 因为是放在作词作曲的位置上嘛 他有一点其实跟你是很像 他对于像他现在自己在进行的 他可较劲 他对这个演唱会的 他特别较劲 每一每一帧的那个视频 他真的是零点一去听的那种人 呀对 哇我像我我在他身上就学到这一点 就是我之前做音乐 我做包括像一次语啊 像啊 you can be my girlfriend 我会做的 以非常life 以非常氛围的东西去做 他跟我是完全相反 嗯 他是完全就是非常 技术的 非常studio的那种细节的那种去听 那我觉得 我觉得我把这两种方式结合在一起会非常好 嗯嗯 像这次hard to get 我就有 有有有有有 哎 就只有那个细节小的那个东西 嗯嗯 所以你看就说嘛 为什么他过去这一年的时间成长很快 就是因为他尝试的东西和各种各样的 我们说好的不好的所有的力量 把他推到了现在就是这个位置上 但我觉得反正我一直以来有一句话 就是不管经过了什么样的事情 什么样的新闻也好 就是所有的争吵 只要最后作品是好的 一切都成立 对最后作品拿出来 嗯 soso 可能任何事情只要不影响到你的作品 嗯 不影响到你对创作的热爱 嗯 没问题 嗯 所以没有意外那首歌你也用了一个像你说大家很意外 其实 非常规的演唱的方式 唱法吧 对 我觉得是 主要是在唱法上 所以你在唱这个歌之前你知道你是有这样的音色的吗 我知道 而且是我之前不常用 但是偶尔你可能在我的作品里面会听到那样的音色偶尔 但我不会整首歌用那个音色 但是我们为什么最后决定要整首歌用那个音色 因为它就是那首歌 嗯 嗯 我可以唱三个不同的版本 当然 就像三个人唱了一样 但为什么我们最后选了那个版本 因为它就是属于那首歌的灵魂 嗯 对 我的理解这首歌 让你觉得像一个艺术品 其实 你的这个唱法可以说也许是设计也许它是一个意外的获得 就是因为 其实是有点 因为这首歌它的钢琴的动机非常的美 对 因为你用了这样的演唱的方式 在你保留了人生的同时把钢琴的动机凸显得非常明显 就好像这首歌里你有两个人在一起唱歌一样 好像有一个少年在跟一个岁月的长者在倾诉一些事 那个对话感是非常强的 真的 尤其是跟歌词其实也是有有有有有那个 像我写到小王子也拆下了皇冠 这些都是我自己的一些内心的东西感受 感受 包括没有意外后来再也没有了后来就是这些其实都是我一些内心的小感受啊 他不不仅仅是我个人的感受 但是我觉得每个人在情感情里都会有这样类似的故事 我看到很多的评论有有有他们有真的有听到自己的故事这个是我一开始写这个歌词的目的 我的愿望好的歌词就是给大家一些想象的和建立自我共鸣的空间啊 说到歌词的话就是我下面要跟你聊的一个重点了 我觉得你歌词包括中文跟英文的创作能力甚至比旋律创作能力更让我吃惊 真的假的 真的 其实很多的人听到的我的都是旋律但是我觉得很惊讶你能够去想歌词这一块 你不管是中文还是英文特别是有一些中英文都有的歌曲当中歌词的过度 真的 就是中英文都有的这样的歌才最难的知道吗 这个最难 对 因为你怎么样让大家听着听着英文突然听到中文我觉得哎哎 那个一定要很 很流畅才能把它连下来 Hardgate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我当时就说我一定要加一段中文进去 而且因为我想你知道吗我想 虽然我们前期 可能觉得他可能会是一首全英文的歌曲 但是我就是我一定要加一段我要我要 用中文 同样能够让他把我这个melody rap能够表达出来 虽然不是那么的长啊它只是一个小的点缀吧对我来说 但我觉得是非常重要做到了就好 如果没有这一段的话可能你会觉得相对来说又平了那么一点 当然 所以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学英文的 说英文啊 就是我之前在LA的时候 到在国外的开始就包括可能大量听歌 然后在当地的 其实我觉得从音乐里面学的东西最多了 从音乐里面学的英文啊 最多了 我觉得到了现在这个年代 你们这些年轻人因为从小听欧美流行音乐包括生活的经历英文跟中文都变成了你表达的方式 所以你们现在在做一件华语音乐里面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如何把中文跟英文完美的结合在一起 真的是我一直在想的事情我这个事情就想了有一年多就这一个话题就在想这件事情就是真的在想这个问题 而且我每一首歌我都在想我到底要用哪个语言去唱 其实我最后得出来的结论是根据曲风来曲风好点他到底是适合什么的他就应该是什么 我接下来有非常多的中文歌的作品 我会找到适合他的曲风 可能我前期的歌比如说像 他的英文的比重会稍微大一点 那我觉得是 因为他的那个旋律的走向包括字的那个跟旋律的贴合度应该是那样 那可能像 开头就是中文 皇室里沉睡的 中文对对对 然后到了副歌他是因为 因为他是那样的走向 开头是英文 你先念了几个英文 我说的是verse 好 technically OK 那个那个那个是对我来说其实有点像音球的概念 对当然 也是用几个关键词吧也是以后也是画面其实是画面 哎但这么说你这么说好像 是你听的比我多 关于 蔡旭坤 大家在 线上包括在我们的这个有你音乐榜里面讲到的关键词总是会出现像努力 好听风格 出现的频率是非常高的对如果现在你要再用多三个词来形容自己你还会还会想到什么 第一个肯定想到百变了 嗯 第二个就是有点 风 就是 crazy 对有点风 后面的音乐越来越疯了 我有些都不敢发 真的吗 对其实我特别感谢所有的 声音 给了我好多灵感呀 给了我好多在 创作的时候灵感要没有的话我真的可能 都写不出那么多歌 嗯对所以我就我就请挺感谢的然后 就是疯了吗 到后面就疯了 然后第3个的话表演 表演是我最看重的 你说是在 舞台上的 对就舞台 表演 表演 对不管是比如一个dj set 还是你的 任何的表演 任何的表演 说到这个我想替大家问一下 因为 最近的包括海外的训练你也在选择用 打蝶用dj的方式 你为什么会愿意在自己好不容易得来的个人演唱会的现场 用这么大的篇幅 来放别人的音乐 我觉得你问出了一个 很多爱坤 都想或者说很多 不了解我的人都想问的一个问题 为什么我会 来做这件事情 大家其实可以慢慢的从我的音乐里找到答案 我在做这件事情的同时 我自己的音乐得到了 极大的 升华 其实对我来说是一种学习 也是一种 一种成长 也是一种 另外一种表达方式 那同时我 首先我喜欢这件事情 并且 我结交到了非常多好的 跟国外的优秀的dj dj producer的 合作 我觉得 非常非常厉害 对 这些东西都是对我来说非常有帮助的 也是对我 今后在音乐创作上 起到了极高的一个 升华的事情 OK 呃 刚才我们提到的关于数据的方面呢 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说 你最近的用户总数 暴增了 197.63% OK 男性歌迷数量 增长了 240.93% 酷 这个很酷 你觉得为什么 我觉得 有非常多的原因吧 包括像 写的歌 包括像 bigger 这样的歌出来以后 哎有没有 bigger 这样的歌 炸了 hard to get 这样的歌以后 出来以后 可能 会 就是说 像之前的可能 我唱 you can be my girlfriend 男生肯定不会听的嘛对不对 对就我觉得其实也许有男生也在想这个话 那对对对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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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就就所以就 一定是 跟音乐 还是跟你息息相关 还是跟你要表达东西 是有关系 息息相关 然后说你对 乐队 有兴趣是吗 超有兴趣 不是从小就喜欢 是 越研究 制作这些东西我就越喜欢 而且越 也是一个表演形式 所以就 你懂 哇如果蔡旭坤组一支乐队的话 很像 不知道他的乐队的鼓手 不能说太多 不能说太多 好不能说太多 好吧我们我们留一些 空空白分放在这个地方 呃之前有一个采访 有人说 你是一夜爆红 然后你的回答我觉得非常好 你说那我这一夜挺长的 这是你真实的感受对不对 是很长啊 比比很多人想象的都长 因为很多人看到的是 一夜爆红的那一个瞬间 那之前其实有很多非常多 沉淀准备 被退货 然后你再去push 这样的一个 过程 所以后面的日子会担心 红不红这件事吗 这个 作品说话 但是我要跟你讲 如果比如说你持续的发像 Hardgat这样的歌曲 可能就是 业内 大家会觉得 OK 非常好 一手是一手的作品 但可能流量就会流失 我的风格一定不会 从某一天就绑死了 也许某一天真的就 一直做一个系列或者我会发一张 某一个专辑非常的小众非常的实验性 但是 我也会 我也会 有 唱跳的舞台 我也会有作品 这种 这种大家喜欢的唱跳的舞台 我就马上再准备 就 不会不会轻易的放弃任何一个 方面的事情 对不对 还早吧 你啊那确实对确实 还早还早 真的还年轻 好 接下来有什么样的音乐计划 接下来重点就是国内的演唱会 国内的演唱会 没错 是我 努力了这么久最终的目标 其实就是 为了 这一下 在国内这个舞台上跟大家来前面 没错 大家会看到我非常多 就是 可能他们会吃 就最后会明白我这段时间到底是在干嘛 OK 就在那一刻 这是一个 给大家交一个答卷的时候 真的是 但我想根据我的了解的话 国内的演唱会 各个城市肯定不会是像国外livehouse那样的一个 那 会一样 一定是不一样的 大 大装置 大配置 大配置 一定 必须的 大配置的舞台 你有可能 在开场前一小时说 给我输光给我把椅子吗 不会 那个不会了 大家可能 那我可能 唱着唱着突然说听 开玩笑 对对对 应该 就是说 就是livehouse livehouse的优势 他就是灵活 他就是 对 包括我们现场的那个LED我都是 Visual 我都现场我看了以后我觉得 没那么好 我说你帮我换成糖果的 因为他有plan B 就是 随时临时调整 但是像那个大的舞台我相信比如说 怎么呈现 表演的形容 那个就是必须要前期做非常多的准备 你也还是会参与很多对不对 我是全程 以 最终决定权在参与的 十字座 对 就是你你确实对这件事情 包括 舞台的呈现 有执着 所以你 近期在线上 通过视频或者在 现场看到谁的演唱会是让你觉得说 那个节奏 那个点 那个呈现 是让你觉得 OK King of Stage Queen 其实那我觉得 这个我的理解就是你你欣赏到的不一定是 所谓的舞台上的那个什么噱头什么装置 而是整个 演唱会的那种情绪 他可以是简单的 也可以是非常复杂的 可以是非常大型的 也可以是小型的 我觉得表演者的状态决定了一切 就这样 所以你觉得你下一次出现像LVA上场之前那种在台下面 既紧张又兴奋的 那肯定是在国内 的 演唱会 某一个城市吗 还是说每一个城市 第一场 第一场 第一场会在哪个城市 可以说 不告诉你 无非还不就是北上广吗 还能去哪里 到时候我们 我们应该可以 如果有有消息的话会通过比如你的个人的微博 一定会 然后各位可以关注我们 有你音乐榜这个节目 会第一时间跟大家来 分享这样的消息和内容 OK 今天非常开心跟你 谢谢 聊音乐的事情 我也很开心 很享受 我们也 期待着以后 在我们节目当中在榜上听到更多属于你 crazy的 风格的 如果你实在有那种 拿不 拿不准 不知道该不该发的歌 有啊 你就先发到我们榜上试试看嘛 我觉得可以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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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